HELLO 大家好 我是Hidy 又到了一個月一次的化妝片 今個月會做新滿意 Get Ready With Me 因為有很多話題性的生產品 如果你有興趣想知道 今天我用了什麼生產品去化妝的話 就不要錯過我們現在由素顏開始 又要回到素顏 但也沒有辦法 入秋後化妝前一定要用潤唇膏打底 因為我是超級乾嘴 它是New Story的甜玫瑰天竹葵潤唇膏 心血來潮用粉紅色的Color Con 它不是那種超浮誇的放大效果 吃完大集系之後眼皮有一點敏感 這副Con的粉紅色是看到的 但就不是很誇張那種 遮瑕膏最近沒有新 繼續用Tarte 再加上NAS就是我的完美組合 看著吧 這個是前面 這個是後面 最近收到Weflon的Color State Longwear Makeup Foundation 它有分開兩款 一款是給中性乾性肌膚 另一款是給混合性油性肌膚 當然我就是用這一款 試試這個顏色適不適合我 它是200號色Nude色的 這個是240 Medium 應該我用Medium 應該會比較好 它的質感是挺滑的 而且延展性也不錯 點在臉中間 然後用美妝蛋拍開它 妝感應該屬於自然半霧面 然後我再試這邊 大家可以看到這個位置的遮瑕度 加了一噴之後 會看到粉底和皮膚融合了 大約應該是暗半度左右 所以記住試色的時候 不要說一噴出來 很適合我的膚色 就馬上選擇它 是要等一會的 看看它和皮膚 空氣結合了之後 它真實呈現的效果是怎樣 好了 看看它遮不遮到底部這一粒斑 我特意不會打這粒斑 是用來測試底妝的遮瑕度 還有人中這一粒的蒼蒼 這個粉底的遮瑕度 我會覺得它中間 可以做到均勻膚色 但是一些瑕疵 可能都是要靠遮瑕膏 這裡遮瑕了一半左右 鼻孔很大 但是一個開架粉底來講 我又覺得它不錯 很輕身 完全不會焗 沒有香味 沒有那些開架奇怪的香味 之後是很舒服的 現在我這樣設定好了 你會看到已經沒有一個手指印了 糟了 它好像不使用碎粉定妝 一點粒都沒有 那怎麼辦呢 我有兩款碎粉 放在哪個位置給大家看呢 可能眼底這裡 它定一定的遮瑕膏 然後看看什麼情況 因為它真的很乾爽 因為很多觀眾問 我想用這兩款給大家看的 顏色是有的 有有Saint Gourdes AIR BRUSH BRIGHTENING FLOORNESS FINISH 以及這個MAKE UP FOREVER 紋漏粉 CT這款粉很滑 你看到不會會蘋果 然後很細緻 有微微光紮 一上去大家就會看到光澤 還有油膠感是非常之好 這是CT 他們一直都做得很漂亮 我忍不住想掃 你看看都出來了 然後Make Up For Ever 這一款漏漏粉是非常創新的 手頭上是2號色 比較適合我這一類型的小蜜肌 健康膚色 你會看到三個不同顏色的粉是放在分別三個容器 怎樣可以混合一起怎樣拿粉呢 大家可以看看我的示範 這樣一扭 你看到嗎 那些粉就會全部集中在中間 配合這個160號碎粉掃 它是非常非常之方便 這樣進去 餘粉的 這個可以用滾動的形式 然後這樣掃 它非常舒服 看不看到它是光的 是有光澤感 而且它比剛才CHARTUBERRY的光感會強一點 可能大家在鏡頭未必會看到 Make Up For Ever 它的漏漏粉是有很小很小的閃粉 然後CHARTUBERRY 就會是偏向珠光那種 但是要真的很近才會看到 兩款在我身上都不會有泛白的問題 如果問過分別 Make Up For Ever的保濕感會強一點 然後CHARTUBERRY的定妝會做得好一點 那就要大家去參考一下 看看自己的需要 還有看看妝感你會喜歡哪一種 去到眉很久很久沒有試過有眉筆可以打敗眉粉 這個是BENEFIT他們最新出的彎月型眉筆 是很好很好用的 我這麼手殘平時用不到任何眉筆 用這個 是非常非常柔軟的 它真的好像在用眉粉一樣 但是 是很容易處理的 之後呢 持久度也是不錯的 就算拉個眉尾出來 也是做得很漂亮 很SHAPE 如果要講缺點的話 就會是它比較容易斷 不要扭到太出 我斷過兩次 我心痛 配合他們這一款眉筆 頭是超級小 這個色號比較深 不是太配合到我的髮色 但是給大家看一下效果 它都容易控制的 不怕沾到皮膚 修容方面 我會用HOUR GLASS的這個綠色盤 SWASH給大家看一下 有兩個胭脂的顏色 一個應該是BONZER 或者是修容色 然後這三個對我來說 都可以做到打亮的 想在這個位置 有沒有馬上瘦一點 這個我也是第一次用的 大家告訴我 在螢幕上看到的感覺 然後就化了眼妝 今天會用RMK的四色眼影盤 是這個秋季的collection 色號是01 它的粉質是小到完全沒有粉感 首先用這個打底 然後這個顏色就會用來做主色 下面混合開眼線 最後在眼皮的中間 用這個用來做一個pop up 基本上這些四色眼影化一個眼妝 就沒什麼難度 就算眼皮敏感也好 它是很貼服 不會有那種粗鞋的火粒 平時我用紫色眼影都很容易 看得很嚴厲的 但是這一款呢 我覺得是難得 我可以carry到 快手畫了一條眼線 我不記得帶新的眼線過來 用尖端位去blend 翻開眼線 超方便 不用用掃 一個海綿棒就搞定整個眼妝 最後這一格我就用手指去上 塗在眼皮中央的位置 想試多樣新的東西 我買了case的臥蠶陰影筆 我看到很多人畫臥蠶都是沒有眼袋的 然後我這個大眼袋有時候 究竟可不可以畫出來呢 今天就挑戰一下好不好 可能會很奇怪 大家不要去有什麼期望 我也是第一次去畫的 在這個位置 加一筆上去 另外這一邊我也是這樣 加一加深這個位置 怎樣?我畫了在這裡 大家覺得效果是怎樣? 是多了眼袋 還是多了一個臥蠶呢? 我會用makeup forever的雙頭睫毛膏 它有兩個步驟 這邊step 1 會是比較幼身的頭 跟著step 2會比較粗大 做一個封形的效果 塗完這個頭之後 眼睫毛會有一個速感 是不是跟剛才差很遠啊? 貼上雙眼皮膠紙 讓兩邊平衡一下 最近呢 有朋友送了這個雙眼皮膠紙給我 我覺得是挺透明的 不是說很明顯 但是呢 我不知道是什麼牌子 它就是這樣給了一陣子我 胭脂用Hourglass的另外這一盤 因為裡面的肥牛色超級漂亮 今天我就用它了 一擦之後肥牛花紋就開始沒有那麼明顯了 它算顯色啊 我就這樣掃一下顏色已經出來了 那拍片的時候呢 我會掃得比較深色的 如果平日的話 這個程度呢 其實就可以出門了 但是我想給大家看看 它的顏色是怎樣呢? 我就掃到超紅了 這一邊 試試用這個顏色做打亮 Hourglass的粉質呢 又是不需要多說的了 無論是這個胭脂或者是highlighter呢 其實都是信心的保證 只要你覺得它的顏色是適合你啦 你喜歡它的外表 包裝的話呢 是無死的 對啦 不會伏的 哇 你看水波 救命啊 我以為我臉已經很有光澤了 但是加了之後呢 又明顯了 好厲害啊 是喜歡化妝的人 就真的會很喜歡這一種的感覺 唇膏就配上眼影都是RMK 這個色號是EX02 那包裝呢 我就會覺得它是很有質感的 磨砂的蛋是 看不看都很骯髒 它是吸了我所有的 可能是手化妝的時候那些 你看不看到啊 是很難抹的 哎呀我又犧牲了這個位置 顏色方面是一個很秋冬的 酒紅紫紅色 和眼妝呢 是一隻的 在這個位置試給大家看 是很滑啦 然後之後 是有光澤的 最後定妝噴霧想試一下Northexpert的這一款 前天收到的 它真的好像頭髮spray 很輕的 有一點水珠感 沒有任何香味 剛才噴得這麼厲害 是完全聞不到有味的 現在呢 我就夾一下頭先 今早起床的頭就是這樣 所以大家會看到有一點點無躁 我夾完之後再回來 下個月呢 應該如無意外 就會在韓國買回來的化妝品 去化一個妝 然後12月 就會是年度最愛 用我最喜歡今年 很常用的化妝品 去化一個全妝給大家看的 如果有興趣的話就stay tune啦 好啦 今天的時間就來到這裏了 這個妝呢 我現在最滿意是應該的 灰色 它這個光呢 我是完全目不轉睛的 追著它來看 對啦 如果喜歡這條影片的話 記得按個讚和訂閱頻道 我每個禮拜都下載兩條新片 逢星期錄到三星期 逢星期日的週十二點 我們下條影片再見啦 Bye Bye 大家是不是很想在結束的時候看到Chopper 他就在這裏了 對啦 知道了 好了好了 拍完了 對啦 出家啦 出家啦 Bye Bye